科学围绕你我他每天学习了解他 我是火箭叔叔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做梦这件事 你一定做过梦吧 而且呢有的时候还是那种特别有趣 特别夸张 特别不着编辑的奇怪的梦吧 只要你不是在白日做梦就好啊 几乎每个人在睡觉的时候都会做梦 可是大家有没有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呢 我们为什么会做梦 其实啊我们之所以会做梦 跟大脑的记忆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啊大脑是我们的指挥中心 为了能够更好的对我们的身体机关发号司令 它必须要全面收集各种各样的情报 这些情报呢就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了 所以大脑为此设置了专门的储存区来存放这些情报 他们的名字呢叫做海马体和大脑皮质 哎你可能就会奇怪了 为什么非要设置两个储存区呢 这也太浪费了吧 不过呀这正是大脑聪明的地方 因为我们的精力总是在不断的增加 但其中并不是全部都很重要的 所以两个记忆体就可以分工合作 更加高效的完成情报储存的任务了 简单来说啊海马体负责短期储存 就像是用可以推测的钢笔 把事情记录在一张纸上面一样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不断的记录 不怕记录的信息把纸给塞满了 而大脑皮质啊则负责长期储存 它会从海马体当中选出重要的情报 然后转移到自己这边永久的保存起来 在这个转移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做梦了 所以大家告诉我 大脑在什么时候会转移这些重要的记忆呢 啊那就是当我们睡着的时候 在我们醒着的时候 眼睛耳朵等器官呢 会随时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 这个时候大脑为了接收这些信息 会不停的工作 因此它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闲功夫 来整理暂时储存在 海马体当中的信息了 不过在我们睡着之后啊 大脑几乎就不从外界接收信息了 这时大脑就可以对临时储存在 海马体当中的记忆信息呢 进行处理 选出有必要进行长期保存的记忆 并且把它们转移到大脑皮质当中 这一过程就以做梦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多亏大脑有这样的功能啊 我们才能够记住很久以前的事情 所以为了长久的记住某些事情 我们必须要睡觉 而且还需要做梦 哪怕是第二天我们醒来的时候 一点都不记得梦到过些什么了 知道了这一点啊 我们就能够明白 为什么考试之前熬夜学习的效果并不好了 因为缺乏睡眠 短期记忆无法转化为长期记忆 也许你昨晚学习的知识 一转眼就给忘掉了 是不是非常的得不偿失呢 最后再告诉你一件很有趣的小知识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不止我们人类会做梦 有些动物呢也会做梦哦 其实大部分的哺乳动物都是会做梦的 他们也是在利用做梦 整理自己的记忆嘛 所以啊 千万不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小宠物了哦 否则它要是做个梦的话 就会把你记仇一辈子哦